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何况那些靠战斗维生的呢 所以今天就准备和大家一起盘点一下那些最强的副职党 善大明公曼 我们先从最早完结的火影说起 作为主角的明人 他那神秘的身世一直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虽然成绩永远掉车尾 但所有人都知道拥有超强天赋的明人 招惯有一天会崛起的 也都知道被隐藏得很深的父亲 迟早有一天会闪现出来 吓我们一大跳的 毕竟谁能想到出境率起高 当初经常被名的恶卓君的火影炎雕像之一 竟然是他宠位谋面的霸 波风水门世代火影就是名人的老霸 水门是自来野的徒弟 被自来野夸战为数十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实力强大人数精湛 是有史以来最具有忍者数值的 水门在战斗中擅长以速度取胜 他的非雷神之术早已登峰造极 在时空间中自由翱翔 不管有多少敌人都能在一瞬间解决掉 他瞬移的速度已经超过了 非雷神的创始人二代火影 因此水门有个黄色闪光的称号 他甚至还在非雷神二段的基础上 增加了罗雪网的应用 使这招威力大增 只要见过水门出手的 无不惊叹于他的速度 确实对得起闪光这个词 当然水门能够成为世代火影 受到那么多人尊重 肯定不光是实力问题 是靠身上这股实力为村子做了什么 第三次人界大战中 先是和AB主打了个平手 还被爱给了个无人能敌的评价 接着在神无皮桥救下了卡卡西 和他们一起结束第三次人界大战 成为了世代木 然后九尾袭击木叶 水门一打二 用非雷神捣雷 转移走了伟兽玉 让物业村躲过了一劫 又用非雷神二段加螺旋丸重创待途 为了能够制止暴酒的九尾 水门用试鬼封禁和八卦封印 将九尾的阴阳属性的查克拉 分别奉印进了自己和名人体内 让名人成为了九尾人助力 自己的灵魂则被奉印在了死神体内 不得超脱 这个男人就下了木叶春两次 他当了起任何形式的赞扬 名人从小就因为体内奉印的九尾受尽委屈 原本应该作为英雄的儿子 被所有人宠着 结果被村民各种嫌弃 好在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乐观性格的养成 就是判离了点 顽皮了点 尽管名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有多么了不起 克尔就像冥冥中命运的质疑 他的梦想就是成为活影 获得所有人的认同 为了这个目标 名人不断修念 突破自己增强实力 彻底把螺旋丸这个人数给发扬光大了 名人这个成长道路虽然坎坷了点 漫长了点 但好在他做到了 除了成功掌握九老妈模式 还有意外收获 原来名人的身世还有更深的一层 他是六道仙人的儿子 阿修罗的查克拉转世者 因此在接受六道仙人的查克拉后 就能开启六道仙人模式 有了能和灰液抗衡的资本 历史是惊人的相识 父亲是因为在第三次人界大战中 立往狂澜 而当选活影的 名人也是因为在第四次人界大战中 的卓越表现才成为了期待母 一门双活影这份荣耀 真的很难得啊 按照完结顺序该轮到十三啦 当初一呼那没用的老父亲一登场 我的直觉就告诉我 这个男人不简单 一定有什么隐藏身份 动漫老套路啦 一般这种没正型的大叔 都是心里明白表面装糊涂 厉害的很 过不其然 黑奇心真的是大有来头 他的原名是直播一星 以前《诗魂剑》是有五大家族的 直播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这个家族已经没落了 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马 也强过很多普通家族啦 尽管一星并不是族长 可大小也是个分当家 未来看起来一片光明 更何况他还是 护庭十三队十番队队长 就是东四郎之前那一任 当时一星当队长的时候 东四郎还是山西娜 虽然未止是队长 可一星的实力绝对是超队长级别啦 虚白一大家都认识吧 瓦史托德虚圈中 自然形成的最高等级的大虚 拥有接近人形的体型 和极高的智商 有最强的能力 极其难搞 十任中前四任就是这个等级的 实力啊 战斗里也见识过啦 远超是神队长 而一星呢 在世界状态下 能和虚白打个步枪上下 如果不是蓝染的投袭 导致一星用不了万解 他未必会输 一星在现世隐居生活了那么多年 看似荒飞都热以不复当年哟 实际上他的实力一点都没有荒飞 每次死神状态出场都气势十足 一户看起来吃力的尾破面 在一星面前只有一刀秒杀的份 控作丁大战中 一星穿着十八装强势登场 和死神状态的蓝染脚手 必得蓝染不得不进入 崩御融合的第二阶段 借助崩御力量的蓝染 已经不是随便谁就可以击败的啦 用他自己的话说 是神与非神的差距 即使强大如斯 照样在普元的配合下 被一星的月牙天冲击伤 光是视觉上感觉一星的月牙天冲 就比异护的威力大 在蓝染离开后 一星就和医护待在断界 直到医护领悟最后的月牙天冲 这让医护的实力在短短时间内 更坐上了火箭一样 飞升到了巅峰 连完全融合了崩御的蓝染 都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说啊 有个厉害的霸就是不一样 太可靠啦 凡事都有人在前领路 虽说医护是抄了捷径 可很多人想抄还没得抄呢 断界的时间流逝和现实不一样 离万有这两千倍的时间差 在这种地方 医护就有充裕的时间 掌握性必杀计 可是居留的存在 让人无法再断界酒呆 可没关系 谁让他有个实力强劲的老爸呢 需要几十个死神 共同进行借禁固定 一星自己就撑了整整三个月 为医护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这老爸实在太帅了 太有安全感了 本以为医护是平凡高中生 户补施魂界 没想到人家是隐藏的世家子 而且还是双重身份的那种 难怪开局就比别人强一大截啦 父亲是身具顶级战力的死神 母亲拥有权正灭缺师血统 所以医护体内 兼具了死神和灭缺师两种力量 还不止如此 之前不了解医护身世 错把他的虚化 当作成了开启死神力量的意外产物 后来才知道这份力量 也是天生带来的 是因为黑奇真效被虚板咬伤 把虚化遗传给了他 惊喜还是没结束 他一直信来的展阅大叔 在觉醒死神力量后 一直陪伴医护身边的展阅 其实是有话巴赫的灵魂碎片 这个惊天大瓜天的医护差点没崩溃 至于玩限术能力 就真的是他自身努力修炼的成果啦 虽说恢复死神力量后 他就没有再用过 但有一部分已经和死神力量结合 所以在之后实力也有一定的提升 所谓的主角光环 就是这种力量的混合 这才是医护的底气 所以他能忍所不能 大闹是魂界就入戚啊 越级打败乌尔齐欧拉 救出锦商之机 开挂中创蓝染 拯救了空桌丁 还有最后斩杀最强Boss有哈巴赫 阻止了他的阴谋 这么一场战斗的胜利 都是只有一户才能创造的奇迹 路飞的性格让人完全忽略掉了父母这个选项 他就像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 后来也会猜或许会不会 他的父亲就是传说中的海贼王呢 毕竟他的梦想可是要成为海贼王啊 就跟名人一样只成父业 结果当然是我猜错啦 都怪这夫子俩都太跳脱 路飞的父亲多拉格 虽然不是什么传奇海贼 可也大有来头 感觉也应该比所谓的传奇海贼更厉害 一个非常神秘的男人 不喜欢被人窥探过去 势力为之 尽力为之 只知道被冠上了世界最凶恶的罪犯 这头衔在配他多拉格正宁的面容 好像真的做过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 其实并不是这样 多拉格的身份是革命军的领军人物 被认为是唯一能直接推翻世界政府统治的力量 他一直身体力行地倡导推翻世界政府的统治 想要将天龙人从神坛上拉下来 建立一个自由平等 人人都能追求梦想获得幸福的新世界 而且多拉格也是这么做啦 在他的领导下 革命军已经成功解放了数十个王国 战机可观 也因此成为了世界政府头号眼中丁 成了最凶恶的犯人 可对那些处于水深火热的民众来说 多拉格应该是他们眼中的英雄 而且他的声音也是意外的温柔 不确定之物终点战变成一片火海石 使多拉格带着伊万克福他们 帮那些被困的人开出了生路 当初罗宾被困在乔治王国当努力 也是革命军救出来的 还有很多像罗宾像萨博一样受打伤害的人 都是因为有多拉格领导的革命军才找到希望 当然还有更多人正等着他们的拯救 等待那个男人改变世界 虽说路飞和多拉格选择的路并不一样 但殊途同归 尽管他一直叫着 是压榨大One Piece成为海贼王 就是这个寻宝探险的过程中 友谊也好无幸也罢 总之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无形中改变着这个世界 拯救了无数身陷苦难的民众 赢得了这一路上所有人的敬佩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世界政府的正面目 站在了他这边 从路飞出海开始 教训了很多欺凌弱小的贵族海军 笑得不提 就说那些城市比较轰动的 阿拉巴斯坦空岛德雷斯罗萨 再到现在进行时的和之国 数不清的人因为路飞的出现而重获自由 再次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虽然和之国的战局还未彻底明朗 但是所有人都坚信在路飞的努力下 和之国一定能迎来崭新的开始 不知道这两副子 究竟谁能先改变这个世界 我记得之前在盘点不称子父亲时 悟空就称榜上有名 作为一个父亲 他其实并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关心 所以起码没有拯救地球重要 所以如果把悟空当作称子英雄看待 他绝对是最让人有安全感的 从小就开始拯救地球 不管地球遭遇到多么重大的危机 你永远都可以相信孙悟空 为了避免世界在比克大魔王手中变成人间炼狱 只剩一只手的悟空 竟然被逼出了赛亚人的潜能 一招秒杀比克大魔王 终于不用担心世界会乱套啦 为了阻止拉蒂兹侵略地球的阴谋 救回悟范 悟空和比克联手杀死了拉蒂兹 让地球获得了暂时喘息的机会 贝基塔和哪怕入侵地球时 悟空使劲浑身解数想要扭转战局 最后还是靠儿子悟范大信息化 才彻底击败了悲剧塔 这就是清除雨兰而胜雨兰吧 他又一次成功的拯救了地球 当然和宇宙相比 拯救地球只是小意识 全宇宙对抗的格斗大赛 每个宇宙都会安排人参加 输了胆 整个宇宙都会痰子间灰飞烟灭 这种艰难重任 最终还是得落在悟空肩上啦 全靠他觉醒了自在几义功 再加上弗莉莎的年首 这才获得了胜利 让第七宇宙幸免于难 这下悟空可以晋升与众英雄啦 悟范是家中长子 他的性格和悟空截然不同 比起和高手对决 他更喜欢读书 梦想成为一位学者 其实这样悟范也没有逃避过 属于他的责任 从小肩负着保护地球的重任 所以四岁就开始跟着彼克修炼 是个非常有潜力的交伙 小小年纪四岁 就能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撞上拉蒂芝 不能不说这赛亚人的基因实在强大 而且他更是第一个变身超恶的人 在人造人16号被薩鲁杀死后 愤怒的悟范变身超级赛亚人2 战斗力比正常状态强了100倍 能和悟空不向上下的薩鲁 在超恶形态下的悟范面前 被完全压制 但是还不能彻底消灭薩鲁 直到在悟空的鼓励下 彻底放开自我的悟范 终于激发出了潜力 最后在悟空的帮助下 一击摧毁了薩鲁 悟范像他父亲一样守护住了地球的和平 接下来要说的这对父子比较特别 这是一份跨越了种族的亲情 他们并非亲生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却拥有比真正父子还要深的羁绊 纳兹从小就被伊古尼尔收养 在他的抚养下 纳兹学会了文字语言 人类文化还有更重要的灭龙魔法 伊古尼尔是火龙一族的王 具有极高的智慧和神不可测的实力 毕竟龙族嘛 少有人类是他们的对手 更何况还是火龙王 纳火的温度和太阳都有的一拼 要是跟他的火焰的威力比起来 纳兹的火还是去给蛋糕点蜡烛吧 同样火龙的咆哮 他一口火喷出来 啥案都能给铲瓶 隔着老远都能感觉那热风 能把人融化 任何人都无法上他分好的阿库诺罗基亚 曾经带给了妖精尾巴那么深的绝望 在所有人即将再一次陷入团灭危机时 伊古尼尔出现了 他虽然没有阿库诺罗基亚那么恐怖的实力 但至少具备了一较高下的资格 那是真正的神仙打架 烧布牛神被卷入其中 就会使得很惨 而且还给黑龙制造了一般人都不可能打出来的伤 咬掉了他的手臂 灭龙魔导师的归途只有一个 像黑龙那样最后变成一条真正的龙 所以为了制止纳兹的龙化 伊古尼尔通过某种秘术 沉睡在了纳兹的体内 帮他制造抗体 再者就是想要在关键时刻现身 帮纳兹对抗阿库诺罗基亚 虽然结局很残酷 可他也算是拯救了全人类 是英雄也是个好父亲 纳兹甚是复杂 表面看起来是个遭到父母抛弃的孤儿 实际上他是被杰尔夫制造出来的 杰尔夫用自己的地理的遗体 创造出最强的恶魔 END 也就是我们认识的纳兹 他也不是被抛弃 而是被杰尔夫托付给了火龙王 别看纳兹加入妖精尾巴后 闯祸连连 真要有什么事 他是真可以 特别是威胁到公会安危的情况 一切都是为了妖精的尾巴而战 拉克沙斯回来后 就在内部发动了革命 准备谋朝篡位 纳兹加哥基尔这种组合都拿对方没辙 最后纳兹潜力爆发 用出了灭龙奥义红莲暴炎刃 打败了拉克沙斯 结束了公会内战 虽然纳兹的动静大了点 好歹公会安然无恙 还有大魔斗炎武 纳兹独之一人对抗双龙 用出灭龙奥义 打败了斯丁和罗格的联手 未来罗格操纵七头龙 大战六大公会 试图摧毁王都 纳兹世上缠满了地狱之火 和地狱炎龙联手 两人合力打败了未来罗格 并且摧毁了热死之门 还以给了这个世界一个安宁 杰尔夫吸收了妖精的心脏之后 进化成了白魔导石 可以操控空间和时间 为了阻止杰尔夫进入十字辖间 重新夺回所有人一起欢笑的热子 纳兹燃烧灵魂 将孤会力量化为了火焰 种植成城嘛 杰尔夫一个人怎么能抵抗得了 这一份信念的力量 他被纳兹一击击 黑龙进入十字辖间后 就把他给吞死掉了 不愧是站在世界顶端的战力 就是猛 纳兹和其他六位灭龙魔导师 一起进入十字辖间 对付要屠戮世界的黑龙 但这实力方面实在是天差地别 没办法 他们只能把自己的力量 全部传递给纳兹 纳兹及七人之地 于一身对付黑龙 火焰也变得五彩斑斓 这就是七燕龙的力量 一拳就击碎了龙王阿库诺洛吉亚 纳兹又一次守护了工会 烈焰英雄安德瓦 最新英雄排名中的No.1 是这样解决世界术最多的历史记录保持者 个性是地狱烈焰 在所有燃烧系个性持有者中 他是最强的存在 刀枪不入的脑 我也扛不住他的一把火 直接边焦炭 为了炫耀实力 他经常会在身上脸上覆盖火焰做装饰 能不能体现实力不好说 反正这气势弄的挺足的 没了火焰外放的安德瓦 感觉顿时垮了很多 安德瓦的热耳烈焰 杀伤力极强 热耳是围绕在太阳周围的红色圆环 不断跳动着的火蛇 可想而知这一招必杀机的温度是有多高啦 为了不伤及无辜 他都要飞到半空去释放 连超级脑无纳强大的再生能力 都无法阻止身体的叹化 如果说安德瓦的强大是有缺陷的 那么这点在轰焦东身上已经被弥补 完美继承了父母双方的个性 他半动半然的个性 可以让他同时使用火焰的能力和冰冻的能力 是安德瓦心中最满意的儿子 轰焦东最常用的还是冰冻能力 感觉这个最好用 每次一发动个性基本就能carry全场 不管是实战模拟课还是体育剂 表现都是那么亮眼 而且他的能力就像一直强调的 除了体力的限制 应该就没有弱点啦 不管哪一种能力用久啦 只要用另一种进行一下身体调节就好啦 所以说他是全班最强 确实没水分 如果轰肿能再平衡一下身体的锻炼 相信他未来能走得更远 霍恩海姆被时间遗忘的念经术师 作为父亲也常常处在一个被我们忽略的状态 原来爱德华和阿尔是有爸爸的啊 而且还是大有来头的父亲 他原本是奴隶来的 后来在实验中 用他的血液制造出了烧瓶中的小人 从此霍恩海姆和烧瓶小人 就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他也因为烧瓶小人拥有了不老不死之身 成为了一颗行走的 集数十万灵魂于一身的贤者之石 所以他要练成什么东西 不用化练成症 也不用做任何动作 信念移动 手道勤来 为了阻止父亲大人的阴谋 阻止他再次把人类练成贤者之石 霍恩海姆一直在四处行走 和体内贤者之石里的灵魂对话 所以当父亲大人试图吸收掉他体内的贤者之石时 霍恩海姆就可以破坏父亲大人的身体容器了 当然霍恩海姆这么多年 不仅仅是在对话 他还做了别的准备 将贤者之石安置在了全国各地 在最后时刻利用月之影 构成了逆转念成症 让所有灵魂能够重新回归到各自体内 拯救了亚美斯多利斯的民众 避免了更大的悲剧的诞生 大概是霍恩海姆他们家的祖传记忆吧 爱德华和阿尔在念成时也不需要画念成症 玩笑话 其实原因是他们曾经见过真理之门 阿尔因为诗国异 所以前期还是需要画一下的 可之后因为他的画症被马戴尔的血溅到 所以恢复了真理之门里的记忆 也就不用画念成症就能念成了 兄弟俩都是念经术天才 爱德华是全国最年轻的念经术师 阿尔虽然没有爱德华那么出众 但实力不会比爱德华差太多 而且也比爱德华会做人多了 有时感觉阿尔才是哥哥 两个人都是从小就显露出了非凡的天赋 年纪小小就学会了人体念成 当时念成母亲可是他们一起完成的 虽然结果很惨痛 但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还有忽来能够打败父亲大人 也是兄弟俩的配合 阿尔挽回了爱德华的右手 爱德华因为失去弟弟 奋斗池暴涨大爆了父亲大人 最后用人体念成 以自己的全部念经术知识和能力为代价 带回了阿尔 海盗战机中男主角的父亲托尔兹 戏份虽然不多 但存在感很强 他曾经是北海最强的 游母战士团的大队长之一 也可能是战士团中 武力最强的战士 还有个很厉害的 让人文风上胆的称号 游母的战鬼 难怪格外受战团首领的器重 在约龙阿沃德那场战斗中 游母战团阵线拉得太长 托尔兹独自一人去阻敌 跳上敌人的船就开始大杀释放 伸手矫健 出手干脆利弱 一个打十个根本不成问题 对战阿歇拉特海盗团 又一次证明了真的不成问题 刀都没拔出来赤手空拳的 就放倒了六七个人 遗传的人好几十个大汉 眨眼功夫就全躺下了 亏他们手里都还拿着武器呢 都是摆设 就没人能在托尔兹手里扛住一拳 就连克了狂战士蘑菇的表轮 都是送人头 不过是比别人多撑了两拳 真怀疑这些人还不够托尔兹热身啊 虽然托尔兹只有一个人 但只要他往那里一站 对方人数再多也不敢轻举妄斗 这就是战鬼的威慑力 除了武力托尔兹也有头脑 他不会应聘力气 先迈破绽 让阿歇拉特注意到剑身受损 引导阿歇拉特斩断自己的剑 接着托尔兹预判了对方的下一步 大动作回砍 他抢先一步击中阿歇拉特的走步 多了对方的剑 托尔兹完全把他玩弄在鼓掌之中 托尔兹是在仇恨中长大的 为了报仇 他很小就开始接受战场的磨练 不到十岁就能独自解决一头野狼 那也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天赋 在战斗中 托尔兹逐渐成长为一个 拥有非常优秀的战斗能力的刺客 他善用短剑和飞刀 哪怕是对上拥有可怕杀伤力的托鲁克尔 也能全身而退 脱身时还带走了托鲁克尔的两截手指头 那星云流水的神法 真的能从他身上看到几分托尔兹的身影 托尔兹在脱离仇恨的沼泽前 很难真正变得强大起来 不管身手多么出色 他都不算一个战士 但开过漫画的都知道 未来托尔兹会成为一个比他父亲还要优秀的勇士 巨人的故事就是不断的反转再反转 一开始以为Ellen的父亲就是一个有点神秘的医生 可能了解一些巨人的秘密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才发现 这哪是知情人分明是始作俑者 格丽莎出生于马来的埃尔地亚人收容区 是夫权派的一员 是经济巨人的持有者 为了夺回始祖巨人才进入了墙内 并且结婚生下了Ellen 雷一是一族之所以会差点团灭 也是拜格丽莎所赐 她是为了夺取始祖巨人之力 在这之后 她就建具了经济巨人与始祖巨人之力 巨人都有个13年的限制 格丽莎大宪将至时 就将这份力量传给了Ellen 她一局具有了两种巨人力量 靠着巨人之力 Ellen和调查兵团抓住了女巨人 成功夺回了玛利亚之墙 之后来到马来 又得到了战锤巨人之力 成了史无前例的 拥有三种巨人之力的继承者 而我们以为是她父亲操纵的这一切 实际幕后灰手是Ellen 她是利用经济巨人 关开未来继承人的记忆 预知未来事物的能力 影响了格丽莎 为了驱逐世界上 所有对帕拉第岛怀有恨意的生命 Ellen发动了地鸣 召唤了墙内巨人 之身也变成了异形巨人 成了全座最大的boss 二星一记猎人精 是小杰苦苦追寻了许久的任性老父亲 永远神龙见首不见尾 一直在享受着追逐的过程 跟随小杰慢慢了解精之后 发现她是个妥妥的龙傲天男主啊 看她的设定 世界五大念能力者之一 是除黑暗大陆外当时最强者之一 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真实实力水平 也从没展示过她的念能力 据她自己透露 她只要受到过打击戏的念能力攻击后 就可以模仿出来 而这仅仅只是她的天赋 还不是念能力 多么霸的天赋啊 以精的攻击之力实力 当跟三星猎人绰绰有余 没有深情的原因是因为她太懒了 这算有实力任性吗 除了战斗力极高 精各方面都相当优秀 属于干傻麻傻麻行的那种天才 拥有总统级别的权力和富可敌国的财富 是恋人网站的绝密集人物 心思细腻 智商也高 会长选举时她全程围观 基本把后来的选举走向都踩准了 然后还出手捣蛋了一下 精通生物学 考古学 语言学 地质学 游戏 制作等等 在各领域都有所建树 精不光在游山玩水的途中 发现了许多世界遗迹 她还对其中的鲁鲁卡遗迹 进行了修整和开发 这桩攻击可以说是举世文明 让今一月成为教科书级别的人物 收获了众多的谜地谜媚 还有游戏制作方面必须得提一提 风靡猎人界的Great Island 惠玉参半 一方面丰富的奖励 诱惑着一批又一批的猎人沉迷其中 另一方面它导致了大量猎人死亡 遭到了猎人协会的指责 反正不管别人怎么说 这游戏竟是用来给自己儿子念极的 小杰是追寻着父亲的脚步 才走上了猎人的道路 而且看起来小杰也确实适合做全职猎人 强化系猎能力者完美通关了 经给他留下的游戏 还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专属必杀祭 三位一体猜猜拳 进一步提升了自身实力收获满满啊 因为小杰从小就在大自然中放养 所以野外生存能力很强 而且还可以听懂动物们的语言 和他们进行交流 小杰的感官都非常敏锐 特别是听觉和嗅觉 仅靠感官他就能预测天气气候 和纳美游的一拼啊 这一切说明了小杰如果不做猎人 就是种暴体天物 他的体质特异比普通人强太多 身体基础能力爆发力都非常强 能在瞬间缩短和敌人之间的距离 从500公尺的地方 爬到世界术顶端才用了20分钟 动作灵活灵敏 即使再小的空间也能有刃有余 四处移动闪避攻击 还有身体恢复能力惊人 看起来很严重的伤在他身上 好像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啊 所以小杰才能强制成长 越急年要比多 才能在透支身体后 还坚持了那么久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 这十对风格迥异的物质 不知道你们更喜欢哪对呢 欢迎留言区告诉我 今天影片到这里已经差不多了 在影片还没结束前 记得留下你的钟机 订阅分享点赞 我是梦想家 我们下期见